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遗传体质就放弃了自我 为什么 因为人定胜天 怎么说呢 你知道我们现在观察起来 不管是肥胖不管是疾病 你有这样的先天的体质 不代表你一定得病一定肥胖 为什么 因为后天的因素大概有占七成的影响力 我举个例给大家听 你们知道美国有一对双胞胎 长得小时候是印模一样 像一个印子印出来一样 可是你知道吗 到了20岁的时候 姐姐体重180公斤 妹妹体重才60公斤 差了三倍之多 为什么 因为呢 他们在小时候遇到一件事情 就是当妈妈牵着他们两姐妹过马路的时候 有一辆卡车横过来把他妈撞倒了 结果妈妈呢 死在姐姐的怀里 这个姐姐看着妈妈吐血而亡以后 受到很大的打击 从此人生变色 她就开始放弃自我 她有罪恶感 她觉得她没有救了她妈妈 所以开始吸毒啊开始大吃大喝 妹妹看到姐姐这样反向操作 反而不敢吃不敢喝 还得了厌食症 最后虽然靠着医生的帮助 这个治疗了厌食症的毛病以后 但是最终20岁的时候 一个人180公斤 一个人60公斤 那难道他们的体质不一样吗 错 他们体质一模一样 基因特质是完全一样 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千万不要认为说 我有肥胖的体质 我爸爸妈妈肥胖 我就必然没救 没有这回事 只要你够努力 你还是可以克服先天的一些问题 听懂这意思 所以千万不要拿基因决定 我爱你基因决定我肥胖来做借口 没有这回事 只要你够努力 你还是有成功的 加油 哈喽大家好 我是邱正宏 邱医师福利的时间到了 想要轻轻松松就瘦下来吗 微信搜索 关注公众号多用 回复清卡厨房四个字 我就会告诉你 越吃越收的独家秘方 还等什么 赶快关注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